这个简陋的幕房 女孩双脚撑在床头保持这个奇怪的姿势 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加受孕几率 一旦没有怀上就会换另一个男人 直到怀孕为止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个男人后 终于她怀上了 依然是个简陋的房间 没有专业设备只有最古老的接生方式 女孩疼得死去活 最终晕了过去 原先隆起的大肚子也变得空空如也 可是不幸的是却被人告知是死胎 天一看她怀胎辛苦给了500块辛苦费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她就能拿到5000块 经历这么多辛苦一朝全无 拖着疲惫的身体女孩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这个坚强的女孩最终扛不住大声哭泣 女孩叫小美 今年才19岁 从小无父无母 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养猪场里喂猪 第二天她找到自己在这里的唯一朋友 也是自己的室友 室友下班后领着小美到了一个破旧的修车厂 他们来这里是找负责偷渡的舌头 原来小美一直梦想到日本的汽车零件公司工作 虽然她已经准备好文件 但是她省吃俭用现在才有2000块 她还有3000块的缺口 小美原本打算先设账 等她到了日本工作后再还钱 这种事情 舌头剑多了 她怎么会答应小美的请求呢 一句 有钱再来就将她俩打发走了 为了更快地挣钱 小美还找一份洗碗工的工作 天一知道小美刚生产王给她包了鸡汤 责怪地说道你那天真的没有乱吃东西吗 小美有点心虚地承认自己吃了一些胃痛药 之后 小美自己单独又去找了一次舌头 希望对方能帮助她一下甚至跪地请求 舌头依然不为所动 毕竟干他们这行的就是为了钱 走投无路之下 小美甚至打上借高利贷的念头 但是她并没有什么抵押物品 对方看了一下小美的姿色 提出让她上楼上房间 小美思考了很久 最终她还是选择放弃 更加糟糕的是小美回家 发现家里乱成一团 她准备好的文件以及护照都不见了踪影 室友推测是田一干的 因为田一不想让她离开 一个会生蛋的金鸡 对方怎么会舍得放手 小美在翻看信箱的时候 找到一位叫梅的女孩寄过来的 随即她便买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卡 拨打了过去 原来一年前小美另外叫梅的女孩已经去了日本 所以在对方的形容下 小美愈加迫切地开始想要去日本工作 她开始更加不择手段 不仅偷养猪场的营养剂 甚至客扣饭店的买菜前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血 她先后失去这两份工作 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再次找到田一 她说想要再试一次 田一领着小美去药铺买了一些中药 田一还答应等她怀孕后将护照还给她 于是小美的小黑屋生活再次拉开序幕 每次完事后 小美就会保持这个姿势 当晚 小美就向田一要回了护照 还表示自己不会去农场上班了 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每天都会准时到小木屋 晚上则会和梅通电话 仿佛去日本就像去天堂一样让她憧憬 负责给她善后工作的男人叫康 一来二去 两人也渐渐熟悉起来 甚至康还会请她去她家吃饭 看着幸福的一家人 小美一时五味杂陈 随后的日子 小美还在继续这样的生活 可是哪怕明知康有了妻子 小美还是对自己体贴的男人渐渐有了好感 终于有一天 小美再次怀孕了 田一便拉着她见了客户 对方是无法生育的男人 男人见小美外貌也不错 也非常满意 毕竟哪怕不能生育 也希望自己的养子漂亮 田一沉默 如果是男孩给你四千块 女孩的话给你两千五百块 但小美还有点担心害怕再次死胎 田一不以为然现在谈这些还太早了 这天夜里 小美看到了康 她一路小跑跑到对方面前 原本她想告诉康自己怀孕的事情 康却说他们一家人将会搬到澳大利亚去 瞬间小美的心情跌落谷底 离别前 康还告诉小美一个秘密 小美的孩子并没有死 田一把她的孩子交给待遇妈妈照顾 小美听到这个消息久久不能平复 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姑姑竟然会这么对自己 完全将小美当成玩具戏梦 小美爬进了田一的家 对方却没有在家 憋了一晚上的火的小美第一时间找到了田一 面对小美的质问 田一没有否认 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是谁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她的 小美拿起椅子狠狠砸在地上 她要田一把钱还给她 但是田一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美只能无力地蜷缩在墙角哭泣 第二天小美找到了待遇妈妈 她想抢走自己的孩子 那样她就有了筹码 可是她又怎么敌得过几个成年男子呢 气不过的小美偷偷溜进了田一家 她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可她不仅没拿回来钱 反而被田一囚禁在家中 田一家惺惺地说 钱我不在乎 只要告诉我 是谁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你的就行 小美咬紧牙关不松口 她又怎么会背叛自己第一次心动的男人 夜里 小美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梅 却被得知梅已经没在工厂上班了 小美唯一可以倾诉的人 也再也联系不上了 田一知道小美一心想要去日本 所以钱财应该她最在乎的 在田一不断劝说下 小美终于还是动摇了 她背叛了康还将泄露的人身份告诉田一 田一花费重金聘用了打手 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了她的人 绝不会好下场 小美也许因为背叛了康 她第一次喝醉了 短暂地调整后 小美已经不在乎一切 她答应了康去她家的邀请 在船上 两人相顾无言只是静静地坐着 之后 小美借口上厕所离开康 她躲在了厕所里面 因为她根本不想和康去她家 小美只不过是田一放出的诱饵 望着被殴打的康 小美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她一定不后悔 回去的路上 她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笑了 也许这个并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 才是她唯一的亲人 打手接到田一的命令 除了康 她的朋友也得一并修理一顿 小美被强制下带着去找康的朋友 望着打手和门卫交涉 小美转身就走了 现在时候 要回属于她自己的钱了 她敲响了田一的门 这次田一难得没有出而反而 她真的为小美准备了五千块 回去的路上 小美被康的朋友堵住了 面对对方的指责 小美没有辩解 只是心虚地低着头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去药店买了堕胎药 解决最后一个对于她来说的隐患 小美地行李很少 或者说少的可怜 简单地收拾后 锁上门将钥匙留在上面 或许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 有了五千块 舌头爽快地答应小美偷渡请求 让小美等她电话 下午五点出发 她将在船上待上一周的时间 影片的最后 小美终于坐上了前往日本的车子 但是她脸上并没有多少兴奋 有的只有一脸的平静 小美在日本的生活 我们无从得知 或许她成功了 在她心心念念的日本的汽车零件公司工作 胡厂一部从头窒息到片尾的日本电影 女主无父无母唯一的亲人还是一个吸血鬼 她不是不努力唯一的愿望 只是想去日本打工而已 那是她人生的希望 赌上自己的一切 最终成功开始朝着梦想的地方出发 究竟值与不值 各位看官是怎么评价的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